子洁 阿姨 怎么样 您看这房间 比之前那个小坡屋强多了吧 特别的好 若兰呢 她刚刚出去了 子洁 快坐 好 子洁啊 这些年 要不是您一直陪着若男 帮衬着我们 我们俩不知道过得得有多艰苦 包括这次来泰国 您说您每天起早趟黑地去工作 还贴补我们 阿姨心里多气着呢 阿姨 您瞧您说的这话 这不都是我应该做的吗 阿姨心里知道 其实啊 您只喜欢若男 阿姨您都看出来了呀 那我也就不藏着了 只是若男她 她好像只把我当兄弟一样 我这心里头啊 还真挺难受的 阿姨认可你的 你不要灰心啊 若男什么性格 阿姨知道她刀自嘴豆腐心呢 回头呀 我好好跟她聊聊 帮你们说说 阿姨您说真子呀 那我跟若男这事可就全靠您了 阿姨尽力 来 给西方喝点水 我不喝 我给你洗水果 给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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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岛那边的拆迁和安置工作 进行得怎么样 李总 之前已经跟您说过了 咱们的资金周转比较紧张 而且还有个别村民 对于拆迁安置工作 很不配合 所以我想咱们还是再拖它吧 绝不能再拖了 我会从集团额外调取一笔资金 给那些已经履行合同的村民 作为额外奖励 可是没有可使 我就是想要一些人知道 契约社会 必须要有契约精神 既然我们已经签订了拆迁补偿方案 那我们双方 都要严格地按照合同条款来执行 这个无可厚非 如果我们一旦 向那些拒不履行合同的人低了头 那对那些已经履行拆迁条款的村民 将是极大的不公平 所以我要让这些人知道 在当今社会 只有尊重合同的人 才会获得更多的利益和尊重 不许多的利益和尊重合同的人 不管欧氏那边 到底跟不跟我们合作 我们都绝对不会停下 属于我们自己的脚步 把一切不可能 去变为可能 继续努力 好 那李总我先回去了 我先回去了 喂 您好 女位 喂 你好 我是杜若南 你记得我吗 泰国的杜若南 我记得 杜小姐对吧 您好 请问有什么事情吗 没什么事 我给你打电话 是想谢谢你 杜小姐 你真的不用这么客气 你还特地打个电话来表示感谢 这让我很不好意思了 在泰国的时候 你救了欧阳还有薇薇还有美娅的命 这个对我们一家来说 都是极大的恩惠了 应该是我感谢你才对 没什么好谢的 我也没做什么 杜小姐 杜小姐 不知道上次 我给你的那笔钱 你现在还够不够用 如果你觉得不够用的话 我今天还可以给你再打一点过来 李东 李东 我不是这个意思 不好意思 抱歉 我也没有这个意思 我打电话给你 就是真的是很想感谢你 你借给我的钱 我除了还完高利贷还有一些富裕 我妈现在住房的条件比以前好了很多 而且治病也更系统了 这些多亏你 那太好了 如果美娅知道这个消息 她的心里一定会踏实更多的 这钱是我管你借的 不是要的 回国以后 我一定会尽快把钱还给你 杜小姐 这笔钱 是我真心实意用来感谢你的 所以真的不用还 好吗 就这么定了 打扰了 喂